我們就來把這個所有的音照順序 排出來然後把它唸出來 這是比較傳統的方法 剛剛講過第六聲 把它當成第二聲一起唸 會比較順 所以照順序唸就是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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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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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跳來跳去的 但是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第三聲跟第四聲 第七聲跟第八聲 其實你可以把它看成為一組的 第四聲跟第八聲都是入聲音 所以會很短 那剛好它就在前面這個音的 大概的高度 那第八聲也是大概跟第七聲第一聲之間 所以呢 得得得 再來就是 得 得得得 得 很多字典裡面 書裡面它都會用這個台語的這個動物念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不會念台語的動物了 不過這個方法其實也不錯 我們來唸一次看看 塞 就是第一聲比較高 高平聲 厚 厚 就是像華語的第四聲 這樣降下來很快的高降聲 塞 厚 再來這個第三聲就是 跟華語的第三聲很像 把 把 把 很快的把它往下墜 降到最低點 越快越好 把 然後呢 這個是 有點像華語的輕聲 阿 阿 然後呢 這個是華語的第二聲 就是這個上揚上升的聲 高 再來第六聲 高 去 第七聲 六 就是第八聲 比較高一點的華語輕聲 我要特別講去 這個字 因為這個音 因為它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台語第七聲 它是台語特別的聲 要中平聲在中間 它是去 它不是去 它也不是去 第三聲 它是剛好在中間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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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音 所以要特別注意 去 是第七聲 再一次 塞後把阿 搞搞 去 路 塞後把阿 搞搞 去 路 去 對不起 那個去有點鼻音 去 路 我們現在用這個 我把 用國語 用中文把這個 全部的音也都寫出來了 他在 我的 船上 吃阿 這裡有點點點 所以 你吃不要唸得太高 不要唸得太低 就把它唸懶散一點 不要把它唸得太興奮 所以就是 他在 我的 船上 吃阿 他在我的船上 吃阿 就跟這個 塞後把阿 船上 幾乎是一樣的音 對不對 再來我要介紹我自己 比較獨特的一個數字背法 我覺得這個方法也不錯 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 我把一寫到八 我們要用 華語 中文的方法把它唸出來 一二三十五十七八 但是我們要用台語的聲調去唸它 聽起來會有點像老兵在唸這些數字 所以呢 很簡單 一 跟這個 中文裡面幾乎一模一樣 它就是第一聲 一 在這裡 然後 二 剛好也跟台語的聲調一模一樣 二 就是 華語的第四聲 二 然後第三聲呢 它不太一樣 因為三是 華語的第一聲 但是我們這裡要唸台語的第三聲 所以是 閃 閃 就像雨閃的閃 閃 然後第四聲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青聲 所以我們就把四把它唸成像青聲一樣 四 一點在這裡 四 然後 第五聲是往上揚的 所以我們就把五唸成上揚聲 變成五 五 然後第六聲 剛好就是這個第六聲 不是 把它唸成第二聲 所以 跟中文一樣 六 唸出來 再來就是七 我們七就把它唸成中平聲 把它唸藍一點 就是七 七 不要唸太高也別唸太低 七 唸藍散一點 然後最後第八聲是 就是這個高的 像高的青聲 就八 很像爸爸的八 第一個八 當然就是比四還要高一點點 變八 四八 那整句唸起來就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聽起來是不是 就是 滿像一個老兵在念 那你要記說 第五聲是什麼呢 一二三十五 六七八 你就知道第五聲其實就是往上揚的 其實這個一天多念幾次 幾天你就會記得了 我這裡想要特別的強調就是 這兩個入聲音呢 其實一個高一個低 其實還蠻像 我個人還覺得蠻像 爸爸這個字 在中文裡面 爸爸是 啵阿爸四聲 但是 不會把它唸成 爸爸 一定會把它唸成 爸爸 爸爸 那其實呢 第一個音就是像第八聲一樣 是高的 爸 那第二個聲呢 就是像四聲比較低 爸爸 你把它輕輕唸像輕聲這樣 爸爸 爸爸 其實就是跟第八聲跟第四聲的關係 就是這個樣子 那就像我剛說的第四聲跟第八聲 到底第八聲要多高 第四聲要多低 這個 我發覺真的是每個地方講起來都不太一樣 就好像爸爸一樣 有人會唸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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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 只要你知道哪一個第八聲第四聲 知道哪一個是比較高比較低一點的 它重要就是因為它還是要變調 所以你還是要很明確的知道哪一個是第八聲 哪一個是第四聲 再來我們要看這個它的符號 剛剛有講到注音 注音其實跟 跟華語差不多 它的這個第二聲是一個下降聲 所以它就是這樣往下畫 跟華語的第四聲一樣 念起來也是跟華語的第四聲一樣 第三聲就是一個直角 它不是勾起來 因為台語沒有往上勾 但是呢它是降到最低點 跟華語的第三聲前半段一樣 所以就把它畫成一個直角 然後第四聲不用標 怎麼知道它是第四聲呢 就是因為它有這個入聲音 是PTKH的這個字母 再來第五聲是往上這樣子揚 就是跟華語的第二聲一模一樣 然後第七聲 因為台語特別獨特的音 是中平聲 就把它畫成這樣子 第八聲就是一數在上面 是比較高的琴聲 或是促聲 通用拼音其實也蠻容易記得 因為它 那第一聲不用標跟朱瑩一樣 那第二聲一模一樣 就是往下畫這樣子斜線 第三聲呢 因為它是台語裡面最低的聲音 所以它就把它畫在字母的下面 自然而然你唸的時候 就把它唸成是最低的聲音 第五聲呢 就跟朱瑩一樣是往上斜 往上揚 第七聲它畫在字母的上面 畫一槓 就是平的聲音 你看到一槓在上面 你就要把它唸第七聲 但是你不能把它唸成太高 因為太高就是第一聲 第一聲不用標 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入聲音 第四聲跟第八聲 第四聲跟第八聲 第八聲反而是不用標 但是第四聲它是在上面畫一槓 那這個跟朱瑩就不一樣 因為朱瑩是第四聲不標 然後第八聲畫一樹在上面 再來就是這個台羅跟教羅 這個系統比較古老 所以會覺得好像很不一樣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背起來 因為你不會看這個畫 你就根本看不懂人家在寫什麼 所以我們就好好的看一次吧 第一聲一模一樣不用標 再來就是第七聲跟通用一樣 就是一槓在上面 看到一個平平的線在上面 就是第七聲 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還有第四聲跟第八聲 跟朱瑩也是一樣 第四聲不用標 你看到PTKH你就知道它是入聲音 所以一定是第四聲或第八聲 那沒有標的就是第四聲 那上面畫一樹在上面 就是比較高的聲音 所以是第八聲 再來我們來看看第五聲 第五聲它是一個小小的帽子在上面 它就是這個第五聲是 往上揚的聲音 我會特別記說 它這個前半段是往上揚 然後呢變成一個帽子 這樣子 所以也不會太難記 你就看到這個音 就念前半段往上就對了 再來就是比較頭痛的這兩個音 第二聲跟第三聲 因為它剛好就是相反的 偏偏呢第二聲是這樣子往上揚 第三聲是往下揚 剛好跟通用跟朱瑩都相反 也剛好跟華語也相反 沒關係 第三聲呢我們先來看看 它是一個斜斜的線 我會把它看成就是一個往下墜的東西 所以可以想像有一個東西在上面 這樣子滑下來 再來你看久以後 你看到這個斜線往下 你就會把這個音念得像第三聲 很快的這樣滑下來 再來就是第二聲 它是一個往上斜的 往上斜你會想要把它念得像第五聲 但是它並不是 它是像華語的第四聲 要把它往下墜 高降聲要射出去 我自己 你會看到我其他單元有一個影片 我會把這個 上斜的這個音標呢 把它想像成像一把槍 或是像一個大砲 那它把子彈或是 東西射出來 射出來慢慢就會往下降 所以呢 我看到以後就會把它往下念出來 所以就變成 後 在 這樣子 所以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看 你可不可以想像 這個是第二聲 這個是第三聲 這個就是要特別習慣的地方 我把台羅特別的符號 把它記在這個 我剛剛所說的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這裡畫出來 方便大家記